到时候开始 诶 哥们儿 兄弟了 好嘞 出租了司机 又称第一式司机 江湖人称 第一哥 正所谓高手在民间草根儿出神宴 第一哥这一神秘的存在 绝对集中体现了复杂的中国国情 他们日行万里 是有车一族中的王进喜 他们跃然无数上至高不帅下至胖本炉 他们耳听八方 是城市传奇市井八卦的说书人 他们眼观六路 却总是忘了提醒你下车时把手机拿走 城市格局不同 比哥职业爱好也不同 比如一线城市爱居宰 二线城市爱平客 三线城市不搭摇 四线城市闹罢工等等 而每个城市的低哥 却都有属于当地的爱恨情仇 以北京为例 1991年 北京市出租车总量 为1.62万辆 1993年 积增至4.9万辆 1995年 为5.6万辆 到2003年年底 达到6.5万辆 而十年后的今天 北京市出租车总量 为6.6万辆 十年时间 只增长了1000辆 1996年 北京出租车管理局 发布129号文件 文件一方面禁止出租车公司 向司机转让经营权 一方面大幅提高月城报金 也就是份钱的标准 据统计 北京出租车公司 售的98%来自份钱 而出租车营运 一般分为两种 单班车一个人开 双班车分早晚班 两个人轮开 北京目前购有 单班车39600辆 双班车267400辆 其中单班车 每月份子钱5175元 双班车为8280元 合计每月为4.23亿元 一年50亿元 也就是说 迪哥每天一睁眼 就欠了200块 分分钟都在还债 迪哥与出租车公司 关系类似租客与房东 出租车公司提供场地 设备 客服 电台 五险一金等各种服务 而最核心的工作 是向当地交管部门 买下每张不少于30万元 甚至一度被炒到 140万元的营运账 而迪哥就只管开车 迪哥劳动强度很高 以北京为例 早班从早6点到下午3点 晚班从下午3点到午夜12点 时长就为9小时 迪哥赚的不多 以双班车为例 单人每月份子钱4125元 油钱接4000元 车辆维修保养费用为700至800元 总计9000元左右 而单人机家系 月收入最多可达12000元 通常实际所得 仅为2600至2700元 加上国家的燃油补贴880元 估计3500元左右 小兵王不赚钱不说 迪哥还要面对吃饭难 排泄难的人生大事 吃饭往往选择路边摊 并且永远随遇而安 另外新陈代谢也是问题 大城市厕所小 小城市厕所少 当然 如果是小便 也可以找一个大口径的饮料瓶 通常 农夫山泉是不够的 卖动才是合适的 憋屎憋尿憋眼泪 骑走他黑不敢睡的迪哥 往往会落下一身职业病 如胃病 颈椎病 腰脊脑存 膀胱炎 尿道炎 清零腺炎 早期阳尾等等等等 而且这些都无法寄入工伤 为了解决迪哥 干活多拿钱少的问题 北京发布出租车调价听证方案 只是我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调价方案 永远都是涨价方案 我们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成本都要转价给消费者 我们还想不明白 打车贵了 打车就不难了嘛 我们更想不明白 分的钱 为什么就不能少一点 国际民生 与我们息息相关 而往往 我们越强调什么 就证明我们 缺少什么 到书开始 左下者 左下者 Zither Harp